副總統賴清德 和台北市長蔣萬安 兩人同台一起參加 松山慈右宮三線大典 賴清德備戰2024 布置陸戰跑得起 也同步強化空戰實力 11號更推出第二支YT影片 按讚分享能夠開啟小鈴鐺 降到一半突然忘詞 還要看小抄 看來是有點不熟悉 而這一回賴清德 也穿上休閒POLO衫 親自解答網友疑問 不穿西裝可以嗎 必須要參加很多正式的場合 都必須要穿西裝 否則的話 我私底下是跟大家都一樣 大家的意見很好 我會來感興 網友新生賴清德都聽到了 甚至還自爆 在家都會自己下廚 像冠傑炒飯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這個 是啊 或是炒茄子 一般的家長在 我應該都沒有 就連網友好奇 先前賴清德說 腳被釘子釘到抹牛油 賴清德也親自解惑 它其實跟牛一點關係都沒有 第一個就是凡士林 第二個就是黃藍藥 不是黃色的 焦藍藥片 可能就把它弄成粉 然後攪拌在凡士林裡面 想要更貼近民眾 賴清德官方at 更搭配母親節黨旗 推出AI幫你做賀卡活動 積極創造和線上民眾互動 而近伴發言人站隊 外傳除了前主播國雅會外 包含口一哥 台北市議員趙宜翔 打猴大將新北市議員戴偉山 前台中市議員陳士凱 都將加入發言人團隊 各司其職強化戰力 立拼2024 賴清德也甩掉偶像包袱 從陸戰到空戰全面啟發 三日國史文猴強 台北